我玩就是有一次你们都没有过的经历 你们想多了 就是我们有一次我前辈亭 我们人多了去了 我前辈亭 你怎么又扯上我了 那个孔潇银 袁宇珍 温金杰 彭心朵 是吧 是吧 对 然后就是 多少个人 我刚才说的 一二 六个六个六个 六个人 你知道吗 我们进团以来坐过一次警车 这又是一个惊天料了吧 又是在江湖认识了 为什么 你知道有一天吧 我们六个去泡澡 跟泡澡没有关系啊 就跟泡澡没有关系啊 这只是一个 就是契机 就是我们六个去泡澡 然后泡完澡之后呢 然后呢我们就打车 然后回到中心嘛 然后结果 我当时 就三个那一辆车 三个三个一辆车 就是三个人 三个一个车 然后温金杰和 袁宇珍还有我 然后是一辆车 然后他们 结果呢 什么车不能打 这两个大傻子 非得跳上一辆 就是停在道边的车 他们直接就上了 那个司机一看 就那种不正经的那种车 你知道吧 对 结果我们就坐那个车回去了 然后他们骑马走了得有半个小时 对 就是 就是 然后结果呢 我们在后面就是也坐车了嘛 然后结果呢 等到我们在那个中心 我们前面要有一个掉头的地方 我看到那个价格表一下子 已经跳到108了 对 其实从我们那儿到泡澡那个地方 只用30块钱 我想说我在 我们打了110 我在上海也活了20多年 这点距离我应该是有一点概念 而且从剧场到中心刚70块钱 他们从泡澡的地方到中心 怎么会打出100多块钱 他们才30 然后那个时候我就问那个师傅 我就说 师傅啊 你给我绕路是不是绕的太远了 结果那个师傅说 你不如走高架吧 我说 我说让你走高架 也没让你把全上海的高架都走了 对 然后后来他就没办法 然后那个师傅又开始 在车上 跟我们凶起来了 对 然后当时一看 不行不能跟他吵 非常机智 这个小朋友们可以学一下啊 很机智 没报警 打我了电话 然后后来 后来他就给我打电话 他说 孙瑞你们到哪儿了 然后我说 我们到那个掉头的地方了 然后他说 太巧了 我也在那 你在楼下等我 不是 你说你们打了多少钱 我说打了30多 然后他说 嗯 太巧了 我们打了100多 然后说 那你们一会下车之后 一定要在那个下车的地方等我们 我们打了100多 然后我想 我说行 你让他开进来 然后 我们那儿车停了之后 就看见三个人 他们不是去泡澡吗 全身就穿着那么长的羽绒服 戴着一个黑帽子 戴着黑口罩 我不知道为什么遇到这种事 我总是穿黑的 三个人 遇到这种事 所有人都穿黑色的 对 嘴一高 然后就这么走过来 而且那个时候还不止 然后那时候Kiki和戴蒙 戴蒙 对 正好也泡澡灰 正好也穿着黑衣服 正好也穿着黑衣服 然后就 而且那时候天都黑了 在那个楼底下一群人 然后被车开进来 我一看的时候 来 先来谈谈 对 然后我就把车门一开 我说怎么回事 100多那怎么 怎么开着 然后那司机他就想吓唬我 然后他就以为 我从小就被吓大了 我还怕他吓唬了 然后他就 他就 因为他刚开始坐在车里嘛 然后我在副驾驶那门一开 我在小钱那边 一开门 我说怎么会是100多 然后司机想吓唬我 啪就下车了 下车之后 咣唬一网就冲我过来了 结果他就到我这 而且我跟你们说 其实我们开玩笑 都是那种 你别打 你别打 你别说都别说 结果那天真的是 对 然后其实我就这样 我说 你怎么回事 就指着他脑瓜 他指着他脑瓜里 他指着他脑瓜里 然后小钱就上来了 是不是 别别别 然后后来 后来司机来了 我告诉你 然后后来他就说 那报警吧 然后司机说 你付不付吧今天 然后我们说不付 然后后来他就说 那报警吧 然后司机说好 我告诉你报警来了 你就必须100块钱 我说好报警 然后我们就来报警 然后过会儿警察来了是吧 然后后来我们就想了想 不行 警察这样看我们 我们有六个人 而且全是黑衣服 对 站在那儿 我们明明受欺负了 然后就 不是戴帽子又戴口罩 对 太有气势了 然后我们就摔掉两个最弱的 然后温宜杰和渊宜珍先回去 然后温宜杰和渊宜珍先回去 然后我就想 温宜杰和渊宜珍 你们先上楼 我说咱们人太多了 但是我跟渊宜珍 特别担心他们 然后我跟渊宜珍一说 我们不能走 我们不能走 结果他们说 走走走 你们快走 对 因为温宜杰还得跟人讲道理 这个GPS上 上面就是说了这么多 你怎么开了那么多呢 你这样不对 你怎么开的 你还跟人家做那个应用题 8.4公里 然后乘以每公里多少多少钱 应该是多少多少 然后我们就想 那算了算了 让他们先上去吧 然后过会警车就来了 警车 不是吧 不是吧 就来了 然后来之后呢 就那个司机特别气 他就想觉得他是弱者 明明他就是这样的 然后呢 他恶人先告状 先冲上去了 他就说警察 你跟我说他们不交钱 等等等等 因为我们当时嘛 我们这时候付了40块钱 然后我们当时就想给他们50 然后他就想 说不行 你报警吧 50我都不收 我就让你报警 你报警来了我100块钱就 然后我们就想 那不能输 必须让你报警 然后后来警察来说 就先恶人先告状嘛 然后我们就 我们也是 我们也都下车嘛 我们就去跟警察 特别客气 警察叔叔 我们洗澡回来 然后 就是说我们泡澡回来 然后打车 然后打了108 反正就是把那个事情 复述了一遍 其实我觉得最经典的是 孙瑞和那个司机 两个人争执起来 因为那司机耍流氓嘛 老是说不正经的话 然后孙瑞就说 就骂了他一句说 那司机说遇到我们 就像遇到鬼了 然后孙瑞说 不是 我说 他说哎呦 三个女人一台戏 明明我们四个 你说少谁呢 我就笑 这一句 是让我最来气的 因为我 萧莹姐 婚姻多 口交一 不是 前面几个 五个四个 他说三个女人一台戏 然后我当时想 我说对 三个女人一台戏 你一个男人就一台戏 我说告诉你 就现在过年了啊 你就在坑蒙拐骗 正好遇到我们这些正义的了 今天就治你 然后 然后后来 警察来了 警察来了说 你们快点行上解决吧 因为警察也不想过完我们这事儿嘛 然后后来呢 后来 然后司机就有点服软了 因为他知道我们就很硬气 然后说 那五十吧 给五十吧 然后萧莹姐听 你刚才怎么不收五十呢 就给四十 然后 然后最精彩的是什么 对 就我跟袁准珍不是回去吗 然后我们就好担心他们 然后我俩就躲在一个房间里 就一直在那说 啊怎么办怎么办 怎么还不回来好晚了 结果突然看着他们谁回来了 然后我们就问 怎么样了怎么样了 结果那个人说 赢了 对 然后后来我没讲坐警车 然后后来 然后萧莹姐说 就四十 然后那司机不干 因为我们第一辆车 确实打了四十四块钱 萧莹姐背掉四十块钱 然后后来 后来那司机说不行 然后后来 然后那个警察说 行了 你们别磨叽了 上警车吧 都带回局里 然后那时候我们有四个人 然后警车上去除了司机 还有一个警察 然后只有最后一排 我们四个乖乖的都挤上去了 然后坐着 然后那个警察 然后那个司机就说 一想 肯定我们到警察局也是这样的态度 然后司机就说 那算了 结果不是 那个司机还特别欠 你说 我们坐一排 你拉这边门 和拉这边门 你随便拉一个 运气老差 就拉司睿着 一拉司睿一站 又行半个头 对 他主要呢 又想吓唬我 我们四个做好之后 他啪啪门一开 他说你 我一脚出 怎么了 然后后来 后来他说 然后他就 他说那四十吧 然后我们就赢了 然后我们就四十块钱 就结束了 是吧 对